甄嬛传中竟非告发三阿哥与鹰贵人 为什么不提前与甄嬛商量呢 第一点三阿哥与鹰贵人之事 和孙大应与那名侍卫不知天地为何物不同 从三阿哥在御花园里遇见鹰贵人起 再到三阿哥在御花园拦下鹰贵人动手动脚 以及三阿哥寂莫难耐给鹰贵人写信 整个过程都是三阿哥一厢情愿 三阿哥和鹰贵人不是私通 而是三阿哥寄予皇上的嫔妃 在这件事上鹰贵人本身就是清白的 错的也只有三阿哥一个 由于鹰贵人至始至终没有回应过三阿哥 这意味着受罚的原本应该只是三阿哥一个人 竟非为了打压皇后的气瘾从而告发三阿哥 这本是理所当然无庸置疑的一件事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太理所当然了 所以竟非没有和甄嬛商量直接告发了 第二点 竟非想趁机送甄嬛一个礼物 因为之前竟非担心甄嬛要回龙月的抚养权 为了把龙月留在自己身边 竟非向皇后告发了苏培圣和锦西对食之事 这件事一出可以说直接打压了甄嬛 甄嬛联手端非用孟子论把锦西捞了出来 又在生下双生子之后才正是和竟非敞开天窗说亮话 须已至此 无话可说 悉听贵妃娘娘处置 那么就请姐姐替我抚育龙月 直至公主出嫁 竟非没想到甄嬛竟然把龙月全权交给他 所以竟非十分愧对甄嬛 不管是为了自保还是为了赎罪 总之竟非急需送甄嬛一个礼物 了表心意 于是当竟非看到三阿哥追赶英贵人时 他那灵敏的嗅觉立马闻出了八卦的味道 因此当竟非拿到情书这份确凿的证据后 他没有多想直接向皇上告发了此事 为的就是把这个礼物做出有惊喜的效果 毕竟此时竟非急需这个礼物 只要这件事是由竟非一个人做成的 那他就是在送甄嬛大礼 如果竟非提前和甄嬛说了这件事 那么他们就成了共谋 或者说竟非只能算是一个执行者 这样一来这个礼物也就不算礼物了 这就好比我想给你一个礼物 我直接办成了再送给你 和我第三点 竟非拿捏不准皇上的星星 对于竟非来说 三阿哥与英贵人这回事 摆明了就是三阿哥的错 加上三阿哥平时也不受皇上待见 亏得你师父脾气好 换作是朕 在书房看你一天就能气死 花马息怒 息怒 朕倒是想息怒 是你 让朕半课不得安生 所以竟非认为只要他告发了三阿哥 皇上一定会秉公办事处罚三阿哥 竟非他着急打压皇后 没做太多考虑 就急匆匆的把这事给办了 却完全没想到 皇上如此看重皇家严密 这场告发不仅没有打压皇后和三阿哥 反而还因为英贵人是果郡王府送上来的 一个回头就把甄嬛和果郡王给拍下了水 可以说竟非这场告发 偷积不成十把米 可怜了英贵人白白枉死在这场告发当中